嗯 我覺得好吃耶 它吃起來的口感就是會吃到表面就是酥酥的口感 然後海鮮的味道很明顯還有海鮮的口感還有蔬菜的甜味 那粉感其實沒有很重耶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ami姐 今天要來分享的料理是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是我韓國料理中必點的一道菜 但這道菜卻常常踩雷 不是太濕 太軟 就是中間吃起來感覺沒有熟 那經濟師說這道菜看似簡單 但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尤其是麵糊的比例會影響到海鮮煎餅的口感 那今天我們會不會成功呢 等等就知道囉 今天準備的食材有高麗菜 杏鮑菇 洋蔥 香菇 紅蘿蔔 以及冷凍的海鮮總匯 包含了螺肉 干貝 軟絲 以及好事多的冷凍蝦仁 我們來切高麗菜絲 好 今天自高奮勇的說我要切菜 好像還可以啦 我以為我切起來可能會很糟 放進鍋子裡 接下來切杏鮑菇 我先把頭切掉 然後我先切片 再切分 把杏萝菇放进盘子里 那接下来切洋葱 洋葱也是切丝 你看我真的计数变好了啦 接下来切香菇 这样就可以切底 总是要有一些训练的会进步啊是不是 好切完了香菇我们就是洋葱 最后来切红萝菇 它还蛮硬的 这样 蔬菜这样就准备完成咯 刚刚准备的食材可以做成两份海鲜煎饼 这里是我们已经分好的 蔬菜跟海鲜重量是250克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准备75克的面粉 跟75克的水 来调合成面粉 首先 先把蔬菜放进来 再来是海鲜 再来我们要放一点点的盐巴 今天终于有记得要放盐巴了 好 接下来把面粉倒进来 其实 到这里我就有一点紧张了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成功 最后 再倒入 水 我们在刚开始拌的时候 面糊会很干 这时候千万要忍住 不可以加水 因为我们在拌的过程中 蔬菜会输水 所以它的面糊会越来越湿 上一次我过就是 看太干就加水 就失败 加了水之后 觉得太湿了 然后后来就 又加面粉 就变了很大一块面粉砖 你看我们拌了一阵子之后 这个面糊其实已经有一些水分了 就是比刚刚湿蛮多的 那接下来我要加一些些的 白胡椒粉 加一些味道 今天呢 准备的是不沾锅 那不沾锅就是会比较好 方便使用 我们要先放一大匙的油 再多一点好 油热了 我要来下料了 其实我蛮紧张的 我希望我不会失败 什么时候要翻面啊 还蛮香的 还蛮香的 味道 我们的面糊 就是差不多定型的时候 我们就把火整个中小火 慢慢的煎 就是你在滑动锅子的时候 听到煎饼的那个发烧的声音 就表示它其实下面已经酥了 我们就可以来做翻面的动作 我不会甩锅的 就用两只铲 帮忙翻 因为我有甩锅小帮手 所以我不用自己甩锅 那翻过来之后 我们就是也是把这个煎饼大概压一下 把它压平 就可以等着咯 小帮手刚刚来帮我翻面的时候 有帮我做了调整 因为刚刚的海鲜煎饼的颜色 不是上的很均匀 所以它有把火调了大一点点 然后再淋了一些油 然后所以就是现在的海鲜煎饼的颜色 就上色的比较漂亮 还有就是也不能一直用小火 因为海鲜会老掉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大火 让它的颜色上色快一点 好 我们海鲜煎饼完成了 哎哟 你猜我会不会成功呢 YES 试吃时间到了 看起来好像蛮有那么一回事的 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我去说说话 我好像都吃到海鲜耶 等我一下 我觉得今天这样吃起来 我觉得外面的海鲜煎饼的粉可能太多 所以然后料很少 所以吃起来就是都是那种面糊的口感 那如果它的水太多 可能面糊就会很糊 材料很少 所以吃起来就会 就是没有什么海鲜跟蔬菜的味道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可能本量真的比例比较少 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会 吃到表面就是酥酥的口感 然后海鲜的味道很明显 还有海鲜的口感还有蔬菜的甜味 那粉感其实没有很重耶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Q软Q 其实我们的面糊也不是软软 就是有一点点弹性的 对对对 我觉得好吃耶 那蔬其实有时候 我很喜欢点海鲜煎饼 但是我又很常很怕碰到雷 因为很常很常就是里面的口感就是 烂烂的 然后就会吃到很多面粉的那种味的感觉 然后这个酱是经济师调的 里面有酱油 醋跟水 韩国的麻油 加一点点的芝麻 吃起来就是微酸微酸咸咸的 跟韩国餐厅的那个酱其实味道蛮像的 海鲜煎饼的面糊比例很重要 我觉得煎的过程其实也蛮重要的 要怎么样子让煎饼的酥脆的程度 跟海鲜的口感的程度 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功力的 那我是因为有小帮手 所以我今天有成功 如果没有小帮手 我今天可能 应该也是会 小失败吧 干嘛对自己这么没信心 如果今天是新手的话 也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我觉得只要面糊的比例抓对 应该做出来的口感不是问题 料理很厉害的人真的可以试试看 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很厉害的韩式煎饼喔 下次见 拜拜 而且我都没有喝到酒欸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